好 各位观众欢迎索敬老爷直播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6日 我今天给大家通过一条消息 就是突然间中国发了两条主要行为 第一条是中国外交部发布的 就是说包括外交部和国家移民管理局 就是关于暂时停止 持有效中国签证的外国人进入境 里面内容很复杂 我只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我移民了持有外国护照 我就目前进不了中国 因为我有十年往往签证 就是回中国现在我们就是海外华人 回中国现在不用每次签证 直接就回去 现在不可以了 从28日起 你要回中国外国人持有外国护照 海外华人或者外国人 所以说的话 非就是救命人员要进入中国 就是外国人要进入中国 你的签证要重新签 从28日开始 这个签证重新签 能不能签下来 也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中国现在目前不让外国人进入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 我会在大屏幕给大家说 他是这么说的 禁止暂时停止 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 和拘留许可证入境了 暂停外国人持商务签证入境的 暂停口岸签证 什么24小时过境免签 大家都知道 海南入境免签 上海游轮 坐游轮的免签的 港澳地区 外国人组团入境 广东140小时的免签的 都不行了 什么欧盟旅行团的免签 都不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持外交 公务和礼遇 细字签证入境的 不是有影响 我们目前都达不到 你有外交护照吗 你没有 你有公务签证吗 签不下来 你也没有 外国人如果来中国 从事必要的 经贸科技的活动 大家注意 必要的经贸科技 以及出入紧急人道需要 假的 生老病死 中国人 回老家 可向中国诸外使馆 申办签证 就是 如果 这些外国人 持公告后 签号的签证入境 不顺务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回去 我们要回大使馆 重新签证 能签下来不签下来 去决于大使馆 你们去中国干什么 这是最最关键的 通告说 这是中国 中方应对当前的疫情 参考多国的做法 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措施 你看看 人家说了 中国说了 这是临时的应对错 其他国家也这么做 再一个消息 我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 这是从28号开始 你回中国 你回不去了 没折了 没门了 并且你一落地 你一落地 到中国 你要被隔离14天 你本来要办急事 急事会脱成慢事 回去没必要 本来急着回去 从家里营有事 要商务了 有事 回去隔离14天 你也没折了 没折了 我们再看一下 从3月26日期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了 中国 只允许一家航空公司 飞往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每周一个航班 也说中国飞往世界各家航班 也卡住了 一个航空公司 只允许一个国家 一个航班 一周一次 那基本上都停了 相当于 我们其实看一下 中国采取这个措施 其实也受到了很多压力 比如说 昨天一天 中国感染的冠状肺炎 受的是67例 结果西伊东的这67例 冠状肺炎 全部是境外输入 中国当地的 感染的是个零 我们再看一下 截止3月26日起 中国感染的境外输入 冠状肺炎人数 达到了541例 短短的一段时间 达到了541例 你可能说 这541例 给中国目前感染的总数 820341例 是小之又小 非常微小的数字 但是你别忘了 中国境内的感染数字 目前一直保持零 中国最感染 最厉害的 户壁武汉 已经开启了 全国各地 已经恢复了 正常的生活 那么这个时候 严防境外输入 是中国如临大地的做法 比如说 外交部 刚刚公布了一个数字 目前 541例 境外感染数字 90%的感染者 是持有中国护照的 也说 世界各地 散户的中国小留学生 都回到了中国 所以说 这个时候 除了中国 要把世界各地的小留学生 把自己的孩子 可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之外 其他的不让来了 一刀切 外国人 不给你签证了 可以 你要来 可以重新办理签证 你认为能签 签证了 签不下来了 禁止了 暂时禁止 并且说得很好 你看 参照多国的做法 应对当前的疫情 不得已采取的 临时性措施 这个消息是 中国 国家外交部 和国家移民管理局 发布的 最新消息 我第一时间 通报给大家 说一说 些菜吧 不要回中国了 回不去了 回去就要被隔离14天 毕竟 你拿下签证的几率 几乎是零 好 谢谢各位观看 本期的老夜直播 今天是 2020年3月26日 周四的上午 给大家补发一个 及时的信息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